來到松菸文庄園區的國際設計大展 民眾可以在台北風格二館了解到台北城市設計的美學 包含市府推行設計導入公共政策的成果與案例 例如將林立公園綠美化 街頭招牌設計與反思等等的議題 將台北城市以各種角度風格展現在場中 然後牆上這一面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難得邀請了18位非常傑出的國際創作者 來為台北主題創作 所以可以看到像是這位木裏達郎 他是日本非常國際有名設計師 然後他設計的這幅作品是台灣的傳統市場 因為他發掘很多公安客來台灣 比較會注意到只有我們的夜市跟美食 但是很少人會注意到傳統市集的美好 所以他用他非常獨特的色彩跟他的觀影去表現 除了二館的台北城市介紹 台北風格藝館則是由策展人周俊生 邀請61位國內外藝術家展出 超達300件的視覺藝術作品 透過畫作呈現各種角度對台北的印象 同時邀請知名芳療師在參展作品調至14道相分 讓民眾在觀賞作品時同時聞到視覺的味道 突破台灣過往藝術與設計展覽框架 帶給民眾全新的參觀體驗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設計呢 它是體驗就是台北跟荷蘭恩和分城市呢 那我們利用VR的技術可以讓你實際的體驗 現在恩和分城市的一些主要建築設計 那這樣可以讓我們體驗到就是 當我們深入體驗到荷蘭恩和分城市的時候呢 就可以了解一下他們當地的城市一些綠建築啊 能源永續發展的概念 所以我們這次台北市一大展 這是由荷蘭辦事處所設計的 而國際城市一二館 則是展現出各國的生活時尚設計 荷蘭恩和分城市則是以城市與城市連結為主題 利用VR實境技術 讓在台北這端的民眾 可以觀看到恩和分城市的建築設計 甚至可以共同設置虛擬城市 透過各個國家的設計創意 展現出多元的設計展品內容 保證讓民眾看得精彩 有興趣的民眾都可以在30號以前免費來觀賞 記者問君採訪報導 中嘉有線電視 熊精彩 中嘉有線電視 熊精彩 中嘉有線電視 熊精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